下一套... 一開始就看風格 真的很少女漫畫 可能真的是少女漫畫 我也有這樣的感覺 有一個男生一個女的 不是的 還有一個困住在孤島的女生 那個圈外 無論物理上還是劇情上 也是 接下來要說 那套就是 絕然之暴風雨 我這樣看名字 我以為是えー 學員故事 你們不知道啊 不,是某Bll故事 不要太晚 他有點像耶 看Op 你只是看Op是有點像的 我也不能夠爆發 第一集很正常 第一集很正常 我叫第一 MTV 女兒放學 女兒跟哥哥說這個人信不過的你走吧 然後就說這個人很久沒回來 你知不知道他在哪裡 然後又想 糟了 是不是他們倆私奔了呢 我真的覺得那個兄妹是私奔了嗎 真是可憐 一來就亂了 怎麼搞的 他開始了 其實他應該是一年前 兩年後的時間不同 你搞錯了 你看那一部之後 不知道什麼都可以 你看那一部吧 但這部 其實他講的東西 我一開始打算是一個少女漫威的感覺 然後我突然說了 離奇死亡 然後又說 難道 Another 難道 Another 但是突然在第一集 事情一轉就變成魔法師的故事 不停轉 但是你說 那個感覺就是 其實 開頭其實你會看到 其實男主角我覺得 他的性格是有少許問題 不是 你知道哪方面 這部東西他個個認識的性格有問題 他在情感上 因為他在情感上的處理 其實你會覺得他那個人是有些缺陷的 不是 他是不是因為經歷了那件事之後 才變成這樣 不是 他一直都是這樣的 他還沒經歷經歷時間 愛花要說他是一位人的 你不覺得他一直走路 人生有沒有什麼意義 你覺得他存在 不是 他會覺得說 好脆的感覺 第一集已經一開始就說到 這個不破愛花 他就因為某些不知什麼原因 就被人殺死了 死了是不是 他有沒有說到被人殺死了 是被殺 是被殺的 但就找不到兇手 就是因為這樣 他哥哥阿珍說 就為了找殺他妹妹的兇手 而在這個城鎮中消失了 剩下就是男主角阿吉爺 但其實這個也挺有趣的 雖然第一集大會看到 愛花經常都說 這傢伙怎樣不好 但其實他們是男女朋友的關係 不是 是最後看短信 我明天你去約會 你才知道男女朋友 而我覺得挺有趣的 就是他們說 有他哥哥在場的時候 當然不知道什麼原因 他要瞞著他哥哥 什麼叫瞞數 而你說在第二集中 會看到的情況就是 其實他哥哥 是對愛花有一個 兄妹異常的感情 的 我們聽聽說妹控 對 哥哥喜歡妹妹 哥妹喜歡哥哥的同學 哥哥的同學 和哥哥是朋友來的 對 差不多了 絕對不可以讓他哥哥知道 要什麼給他50分 所以他不說 大家都還沒說 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一直質疑 可能他們都心疼 好 哥哥殺的 原來是這樣 我知道 既然是一拍兩散 第二集 阿哥要去找我 會不會有什麼珠絲馬式 留下了 連我拍師找不到 我肯定沒事了 我肯定喜歡 最初就是男女主角 說話的態度 就是在他哥哥面前 然後再 用短訊方式去彌補 其實他們的關係不是這樣 我覺得這種處理方法 其實最初我看是挺有趣的 當然你說 那個故事裡面就說到 女主角死了之後 然後他去掃墓期間 然後就遇到一個所謂無業的 一個無業魔法師 無業魔法師 他不是魔法師 無業大者 是魔法師來的嗎 他說他是政府那邊 他不懂魔法的 他是政府那邊的人 玩過兩個小時 所以就有點熟悉了 差不多了 然後他就說 想找回港芝 不破 那他哥哥回來了 因為他哥哥不知道為什麼 經常會在一些被封鎖的地區出現 而這個原因 就找上了主角 因為他跟他是一個好朋友的關係 當然主角其實都不知道 究竟這位好朋友 究竟去了哪裡 因為他只知道 就是說 他就是要為了 找殺他妹妹的兇手 而踏上這個征途 成為這個同性暗迷 哈哈 小心點說話 成為這個魔法師的 當然啦 那對面的人當然不會相信 因為男子哥哥哥哥哥哥太怪了 應該不是正常級變 所以說得很會不會相信 然後就想著 威脅他 其實我覺得這些真的是雞同鴨說的 那一條人一來到 就已經是擺明不相信他了 所以其實 只要他不相信 他都一樣會被封鎖他 但他就開槍 這個時候就 不破真果追登場了 還要使出很奇怪的魔法 爽立登場 實爽登場 金卡 實爽登場 然後一路魔法之後 沒有了 對面就倒了 然後才跟他說 這幾年發生了 不是這幾年發生了 這幾年發生了什麼事 還有就帶出了這個 突然之間 有一個愛情故事 還有一個離奇殺人事件 帶出了這個世界的危機 簡直就是一粒芝麻 西花肥 好不好 你們兩個那些 瓜瓜葛葛 死了一粒人 跟全世界的危機 連他妹妹都知道世界的危機 但是很老實說 跟著下去 再講第二集 例如說第二集 第二集就是 這個 葛珀珍港 就去 通過 魔法師 成為魔法師的故事 對 他成為了魔法師的故事 其實就是跟一個賭國 被人找到小島的公主 而這個公主 就是所謂 地上最強魔法師 對 所謂的地上最強魔法師 我看的 都不是的 都不是裸體 至少 他被人騙了一個桶 他不是被人搏魂 不是被人圍魂 而是被人騙了一個桶 其實跟著就帶出了兩個的設定 就是所謂的本始之樹 和這個絕緣之樹的設定 其實現在就說到 當絕緣之樹的種子集合在一起 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至少當絕緣的種子出現時候 就會出現所謂的黑鐵病 就會全城市的人 變成鐵 就會變成鋼鐵化 成為一個鋼鐵殺 這樣就可以互相理解 我都在想什麼 這套是OO 這套是OK的 病毒不是殺戀蛋嗎 你看看男主角 看到通街都是鐵 完全沒有反應 所以我就說 你會覺得這個人的感情 情感起步方面 他是有問題的 可能是因為這個 愛花死爺之後 他就這樣了 你不明白嗎 你要明白 對著這部NDS這麼久 有感情 不 你 不 NDS那個叫Malaka 你明不明白 NDS那個叫Malaka 這個叫Ikata 兩個東西來的 可以 他可能找了另一個 有提醒 那個又死了 結果 那就更加傷心 所以就變成了一個什麼人 正經一點說 其實你看到故事裡面 很奇怪的一件事就是 當哥 去找到方法 去怎樣找空手的時候 男主角是不想知道 基本上他是不想知道誰殺 他覺得是無所謂 他提出的事情就是 死了就是死了 我就算找到 殺了他 他依然是死了 就看得好快 所以有機會是他殺他妹妹的 然後逃離現場 他應該是 他那個想法 他有說過 他的想法就是 我應該我現在可以 有什麼做到 為多愛花的 但是他根本想不到 因為人就死了 我只能幫他報仇都沒有用 他那個思路是這樣的 而他叫做 他哥哥的思路就是 因為他覺得 他妹妹被殺 這件事是不合理的 他就要說 既然不合理 他就要用一個 不合理的方法 去解決這件事 就是簡單來說 就是報仇 對方法是報仇 而主角就覺得 不合理的 你就算用不合理的 你就算用不合理的方法 去解決這件事 這件事都是不合理的 就是 好圓的 你知道他就快得到 不合理就是不合理 人生很多人都不合理 即是食即是空 空即是 這裡有三元的包 你為什麼要吃三元的晚餐 買三元的就好 不過這個算了 其實男主角的壞 我覺得是正常的 因為男主角嘛 是正常的 真講 真講是一個 絕對的每項 他做的事情 你可以說他很偏激 但是可以理解 這裡的人 經常都見 至於公主和左門 旁門左道的 那個組織的勢力 其實這是另一個對視 左門在來 他一派的人 是想說 他在同一個系統之下 屬於鎖門一族之間 他應該是有了爭拗的 因為這樣 就把用界困住了 所謂的最強魔法師 最強魔法師 被人困住了 其實是好極有限 對 就放在小小的那裏 即水都不適合 而他也帶出了小小的設定 就是 任何魔法的東西 其實都是要靠一些 你當煤界或者燭煤的東西 因為你不懂魔法 所以你要靠這些燭煤 好像他就算用魔法 他講的就是 要用一些 他講的好像是一些文明的東西 類似那些深刻的東西 因為珍港不懂魔法 他要懂的話 就要靠這些燭煤 而珍港就是靠 公主一直藏在世界各地的 一些魔法用具 而去戰鬥 哇 真的很有RPG 即是打半導去撿子彈 所以我補充了我超強 我有這個絕對防禦三次使用 但他的敵人全部都是無限限的 對 這個就是問題 他敵人無限限 你就是看到他 因為這件事 你就是看到他 對他對男主角很不錯 他特地就是 因為都害怕他 是這個人 害怕他死 傻了 知道剛才那個人 有4點 不然怎麼會用 你是傻的 扔掉男主角就走 呼吸情不閒 有他死 所以就特地留下了幾件奏具給他 應該是類似的東西 就給他護身 這個基情 不過 講到這裏 我真的覺得我是一個非常大的疑問 那就是其實 這兩個故事是大膽多寫的 這個其一 即是你說這個愛花比拾事件 就是芝麻和西瓜的分別 當然啦 我講到這一點我就馬上想到了 如果這樣講的話 愛花的死 跟這些絕緣什麼的物 肯定有關 對 有關連的 甚至我可以大膽一點想 其實這個男主角現在 這個 阿吉野 就講到 哎什麼都做不到的了 好慘啊 兩個愛花死了 喵喵喵喵 算了 就是你哭你的事 但他都會 找他自己的方法 即是他說 可以做些什麼 他在思考著 我我想 假使有一天 左門跟你說 這個絕緣復活了之後 你就要復活愛花了 這件事是不是超級有趣呢 看到 哈哈哈 真的是不是超級有趣 現在兩個男主角就可以去對視了 然後愛花只在天空中 你不要為我而爭 笑女幻話 笑女幻話 笑女幻話喔 OK啦 這條橋 我覺得你說這個case 其實 因為愛花 我看下去 這些 他的格局 像一些最終BOSS的格局 他有一種 他有一種 就是 他不是無辜的受害者 我覺得他 即是 類似這個 唐蟬 這個 海貓 那些 他未死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覺得有這樣的機會 又或者這樣說 其實 你無論看OP也好 看Ending也好 即是 他包裝 愛花那種氣氛太神秘了 你會覺得 即是 就算你不要說他 是那些最終BOSS 這個是女神級的角色 和那些凡人是完全不 兩回事 沒錯 即是這個人 我就算當你死了 他的影響力都可以帶到影響到整個世界 他都可以每集一集 起碼有三分一的時間 是回憶是他 你怎麼可能聽到一個動畫 明明那些人 演了便當的 雜雜有他 是不是 真是 連當的極致 出你的臉 即是 愛花的氣氛 既然有這麼多寡 其實應該是跟這件事有關連的 但純粹 你說我開頭 我第一件事 就想到兩件事 一大嵐寫不起來 你勉強要拿一個關連的 就只有說 公主和這個 阿珍港 他的合作關係 只有這個 暫時 應該他分了兩條線 其實阿珍港 對這個所謂的 世界末日 他又不... 沒有所謂的 只不過是因為... 我世界之一粒芝麻而已 我救了 我保仇就OK啦 是啊 他純粹是因為我要報仇 而我報仇的條件就是 我要去解決這件事件 雖然你說 搞定的話 他就不理了 分分鐘就是 所以我覺得其實 公主就算找到些什麼 你想想都知道 公主想到什麼情報 我都不會告訴你 神經 我現在找到哪 我找到在孤島 大嵐 不過他是一個 世界最強的魔法師 當然 當然 他要找到一個Kai 才行 不過 我又一樣 很疑惑 公主是否打算 在島上找到一櫃 沒有理由 我都沒試過 我當我想回去 第一女主角 公主你怎麼都是 第二女主角 你不是讓我聽過 握槍的27歲 模擬人士是女主角 那個怎麼盡得是女主角 其實你是朋友 那不行 第二女主角 沒有交流 永遠就靠著一個木偶人仔 在那邊插釘 在那邊溝通 那不行 很給面子 至少他不是只影響公仔 他起碼給你一些 在島上 放了姿勢給你 出盡法寶 這些智慧型反 叫做幕後的軍師 在幕後就可以了 什麼人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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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盡法寶 什麼姿勢 你自己回去看一看 每次跟他說話之後 他都要放姿勢跟你說話 你有沒有見過其他角色 他都是只站著跟你說話 你這樣講得很辛苦 每一集都要想好事 很可憐 對港機看到他的姿勢 他還有一個 他還有一個考量 他在海邊 他每一集都可以服務觀眾 是嗎 相義考量 這個 純粹找不到三著 如果根據這個衍生的推論來說 就是 在這個精神上服務 讀者 就是靠外花 在這個畫面上服務的 就是靠這個 幕後軍師 沒錯 是不是很有道理 OK的 那兩個男人都是走狗 那兩個男人是服務女觀眾 唉 接著還要在下面加上 Number Six 我不知道 就算兩位男主角的關係都很曖昧 就是 你 就這樣看這幾集裡面 他們說了 雖然好像說到 他們好像很好朋友 但 在他的語言對答上 其實 有點顧忌 阿珍說 對著男主角 就好像對著自己的男人 那樣 喔 為甚麼我要救女人呢 我的男人來的 不是 我的腹臭 我保護不了我的腹臭 而 吉野 對著男主角就說 我知道你是梅控 你妹妹現在就是我的女兒 你出來嗎 真的很可憐 真的很可憐 真的給我這種感覺 很可憐 但 Anyway 其實 去到OP 我覺得 那個風格 比較暗 Style 其實有點 但我挺喜歡ED的畫面 可能正式 我比較喜歡 不是花札的 很開心 死了 哈 人家不是這首嗎 看錯嗎 好像是 所以 整體上 這套 雖然 你說 他 有很多 你說 其他作品處理得不好 就是 有一件小事件 大件大事件 其實有很多故事都大了 但我這個 我覺得就是 他用了一些很單純的理由 你覺得 你可能 覺得 你這個死梅控 為了這樣而拯救世界 你真是低難的 你都真是 但是至少 他說到那個 你吹油是煤熊 對 他跟他說 吹油是煤熊 你不需要解釋 這件事 煤熊是煤熊 就是 有個理由先 最低限度 你有個理由 而拿到 他帶件事件 而每個角色 你都會看到 奇奇怪的 你總是覺得 他是有些缺陷 有些 你覺得 要看心理醫生 那些人 完全是 所以我覺得 整個故事 他現在還給了我 提問 他是什麼原因 至少就是 他用一件事去穿 就是 愛花竟然怎樣死 會不會跟事件有關 還是說 其實他沒有關係 其實他有很多 都帶了出來 還沒說 比如說 他出了波 在海上升上 那些 但那些 都沒有很詳細 說到 他要說 就是很多 都可以說 真是說 真是跟吉野說 這個就是我們其中要對付的一件事 看到那顆總之星上來 我以為是要打 然後又要按氣水機 做什麼 按氣水機 不是要打 不過 長遠來說 其實我 又是那件事 我怕 這套東西始終 一直下去 神秘感都很大 有很多東西 很遠 還沒解釋 我又怕那件事 我不知道這套 一季還是兩季 隨便 一季還是兩季 我覺得應該是兩季 做到最後 會不會還是原結局 愛花最終告訴你 她是個女神 解釋了一大堆 很奇怪的東西 然後就完結了 最怕就是這些 看過很多套動畫 都是這樣的結局 那 這些動畫 你要解釋得好 做得好 其實是很困難的 不是 就這樣告訴你 愛花是很正常的 沒有問題 即是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不是吧 我覺得不會的 應該 不是吧 那這套 還要講一下 這套 你講 都不要緊 你講完 不是啊 釣完我們的 不講 純粹我覺得花澤 配過日神美感 配得很好 完蛋 這些人很重要 下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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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套